再急于加息,大家的预期好像没有那么高 出完昨天的会议记录之后 对于银行股,尤其下星期二,大家也很关注 汇丰也会派成績表 近期股价逼近60元关之后,现在高位有个整顾 那如何我们去解读? 现在拿大份业绩出来之后,对我们下星期 如何去看汇丰的业绩和部署? 我想短期来说,例如部署在汇丰身上 这一刻再博一些好仓,其实就特别征股 我想直博性真的未必太高 因为就算不要计算业绩怎样看,或者渣打业绩 只是看回年初至今,这些银行股,特别刚才说的这两只 其实平均的升幅都过两成以上 其实升势算是挺夸张、挺急的 所以除非业绩或是给大家一些讯息是一个很好的前景 那才还有短期抽升的条件 否则的话,其实很正常地做一些调整整股 然后才慢慢反复地再上升 那这个情况是机率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始终,当然大方向其实就没太大改变 都是看着加息、国营因素 除了美国之外,英国也是 对股息差也有个获复的憧憬 但是同意你说,以昨天渣打为例的业绩 其实又不算是非常之不坏的 甚至乎如果你看回回交 监制的息都能够持平 其实算是中矩中矩 但是只不过真的没有一个更大的诱因 或者炒作条件存在 所以变成我想这件事都会有点投放在回风 总算上就是大家对业绩看法 可能原本的预期是挺乐观的 那现在可能拉低一点 所以对短期的股价可能都会反复一点的一个情况 那年代曼刚才你也拿到一点 就是储局上个月的计息会议纪录 那的确见到那些委员 就是委员的说法出来又又夹了一点点 所以令大家对今年 你说瘋狂未加息 可能真的七次或者再力度很高的机率 又可能微微一点点 所以前面会有一些想对的修正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 银行股都会可能有一些整股调整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说 如果一个短期股价的部署上说 我觉得真的差不多 其实过去那星期都说过 所以其实开始真的 如果原初有低位慢慢有买到上来 其实吃着一些户 那么零户一点 可能吃着部分户 那剩下的才会给一些中线一点 那我都会比较合适一点 当然 我来说 我来说 这个 这一部分 我来说 好 然后 我来说 真的 我来说 我很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